24岁的混油皮的话,这里推荐几款口碑不错的产品。 1. EPSA流津水套装 EPSA的流津水套装,蛮适合混油皮的。 如果只是保湿的话,可以用流津水加自律循环乳,有不同的型号可以选择,比较适合调节水油平衡。 2. 如果有抗老需求的话,可以选择最新的黑瓶子的乳液,带有抗老的作用,滋润度高,但是完全不会油腻。 2. 温厚水乳套装 这里推荐一下WOW的水人系列,肥嫩嫩的瓶子很有可爱。 这款应该是WOW的套盒里面最清爽的一款,还有一点点的提亮,和维持肌肤稳定的作用。 不在意价格的话,可以尝试一下天气单,绝对WOW后里最好用的一款。 3. 资深糖新透白水乳套装 资深糖的新透白水乳,也是很适合混油皮的一套,24岁感觉用月威还有点早,但是新透白还是很适合的。 水乳的质地都不粘稠,蛮清爽的,上眼就吸收了。 我和喜欢的一款基础水乳,不过美白作用是没有的,就是肌肤的质感和透亮感会有。 4. 以利斯尔换活水乳 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套看出老的水乳,以利斯尔的这款水乳也是口碑款。 换活水乳总共有三个类型,偏油肌肤可以选择清爽型,干皮可以选择滋润型。 有独家换活肌肤的技术,水乳质地也都不错。 5. 雅诗兰黛红十六系列 雅诗兰黛的红十六水,加红十六面霜的组合,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红十六水有清爽型和滋润型的选择,而红十六的面霜,我自己非常喜欢,上脸感觉很清透,吸收的速度非常快。 红十六系列我个人好感度非常高,油皮去暗沉很好用。